我們不用在乎其他人 我們只在乎習在不在乎 可以跟大家講他非常在乎 而且非常的不僅是很生氣 而且我們可以用一個成語來叫坐臥不安 回去以後 從舊金山回去以後坐臥不安 實際上咱們這一次像郭倩說的 第一次凌距離面對面的這種 對共產黨的抗議 它是預料的 過去它是有預料的 就是這一天會來 但它沒想到這麼快 也沒想到這麼猛 沒想到這麼直接 這麼面對面 大家可能有網上有發出那個圖 咱們抗議的地點和習住的酒店 以及這次APAC會議的現場 那就是一個三角形啊 EVA很清楚 就是一個三角形 我們在這邊含一嗓子他一定能聽得到 就是這麼一個鄰居裡 所以對他來說這一次影響真的很大 其他人在乎不在乎不中了 習很在乎 這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我們就成功了 對 所以我這個一個是感歎這個 第二個就是咱們戰友 每次能聚在一起那種喜悅感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一個成就 最大的那個滿足 我們再辛苦 再疲勞 但是有這一點就足夠了